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09年在蒋谈社旗下的漫画杂志《别测少年Magazine》上开始连载 该作品曾获2011年这本漫画真厉害 男性榜第一名 蒋谈社漫画赏少年部门上等奖项 2012年12月正式宣布TV动画画 2013年4月6日由WITSTUDIO改编的同名电视动画正式开始放纵 截止这2017年3月 单行本21卷累计发行量 突破6300万册 卷均300万册 107年前743年 世界上突然出现了人类的天敌巨人 面临着生存危机而残存下来的人类逃到了一个地方 盖起了三孔巨大的城墙 人们在这隔绝的环境里享受了一百多年的和平 直到艾伦耶格尔十岁那年 60米高的超大型巨人突然出现 以压倒性的力量破坏城门 其后瞬间消失 凶残的巨人们成群的冲进墙内捕食人类 艾伦亲眼看着人们以及自己的母亲被巨人吞食 怀着对巨人无法形容的憎恨和痛恨 誓言杀死所有巨人 腾墙崩坏的两年后 艾伦加入1047训练兵团 学习和巨人战斗的技术 在训练兵团的三年 艾伦在同期训练兵里有着其他人无法憋腻的强悍精神力 即使亲眼见过地狱 也依然勇敢地向巨人挑战的艾伦 如愿以偿加入了向王已久的调查兵团 在他正坐着到墙壁的外面去治个梦的时候 毁坏墙壁的超大巨人出现了 二 后街女孩山本剑太郎 丽花亮 与山元和栽这三个黑道组织的流氓 因为犯了错 而被组织的老大下令转型 变成女性偶像歌手替老板赚钱 原先三人想拒绝 但却因为不想死而接受了这个条件 但没想到他们成为偶像歌手之后 居然真的走红 有了许多粉丝 可是心中还是铁汉子的他们 每天都非常的苦难 死去必看 三 先充实在世界的支配者 世界地的暴政之下 全世界都被迫放弃持有武器的权力 反抗军利用因为是美术品而得以残存的古董枪 迎向毫无胜算的战斗 在压倒性的战力差距之前毫无还手之力 被绝望所包围的时刻 贵冲使 所绽放的绝对高贵的光芒 为战场带来了奇迹 只有身怀绝对高贵的力量的贵冲使 能与拥有现代枪支的强大敌人分庭抗礼 而具备唤醒贵冲使 并且令其服从的力量的唯一存在 就只有你主人了 在战场上 你会扮演医护兵的角色 治疗负伤的贵冲使 与他们一起迎战世界地的军队 究竟反抗军有没有办法走上胜利的道路呢 四 魔法禁书目录 三 魔法的禁书目录时日 本小说家莲池和马执笔 插画师辉村青校 负责插画的青小说系列 也是原作者莲池和马的出道作品 第一部魔法的禁书目录于2004年4月10日到2010年10月10日期间发行 共24卷 第二部新约魔法禁书目录 自2011年3月10日发行至今 全篇共分为学员都市篇 纠约一到十卷 对罗马政教篇 纠约11到22卷 导弹鬼篇新约一到十卷 学员都市崩坏篇 新约11到19卷四部分 魔法禁书目录系列累计发行量超过1580万部 是奠基文库自产的第一部 冲破1000万部的作品系列 此前也突破1000万部的F-O Ritally Quest前八卷是由角川斯尼高文库出品 由台湾角川代理的繁体中文版一作魔法禁书目录 而由先文角川代理的简体中文版 则一作魔法的禁书目录 故事讲述的是从东京都西部被分割出来的这座都市中 超能力开发被列为学校课程的一部分 学生作为人体科学实验对象 在230万人口中 有八成都是学生 所以被称为学员都市 他们每天都在超能力开发上进行相互竞争 根据能力高低不同 可以分为六级 从无能力level 0到超能力level 5 故事的主角上条当马是学员里的一个无能力者 但便非完全没有能力 他的能力是能够将一切异能致力无效化 他只有右手能够使用这种能力 还给自己的这种连伤低的奇迹 都能抹杀的能力取名为幻想杀手 而正因为他的右手似乎把神的祝福都给抹杀掉的缘故 导致自己一直过住不幸的生活 某一个暑假的日子 在家里的阳台上 他遇见了一位修女 这位少女自称自己的名字叫因蒂克斯 并使从魔法的世界逃了出来 现在正在被魔法师追赶中 就这样 掌握了十万三千本究极魔法书的少女 与拥有抹杀一切奇迹的神上之手的少年 将面临一系列故事 春元庄的管理大小姐追名亚述 由于外表的缘故而总不被人当成男人看待 他为了改变自己而在深入初中时前往东京 住进了春元庄 在那里挡着亚述的 是受到性格天然又爱恶作剧的春元庄管理员春元采花 从身心两方面疼爱有加的每一天 不止如此 其他的同居人姐全都是年长的女生 治愈与心跳满载 不由的想要向管理员姐姐撒娇的年龄差 欲解正态恋爱喜剧决定版 六 摇曳庄的优奈小姐 我是摇曳庄的底妇灵 我叫汤之花优奈 肉体派灵能师东空低 她被恶灵附身 因此备了一身寨 于是为了寻求便宜的住处 她住进了摇远有幽灵出没的温泉公寓 摇曳庄 然而 出现在那里的却是无法投胎的女孩子妻 千旭公学录字 称中下等级的女高中生千旭 上学时徒步从自家前往学校 但是在上学路上等待着的 却是从意外的禁止通行 与距离感微妙的同学相遇开始 倒堵在路上的暴走足 以及尿意 等等 各种各样的障碍 谦虚能在今天早上也顺利的按时倒秀吗 八 摇的街球因自己太高 而感到自卑的大空摇 以某些原因搬到了冲绳 发现了一项能活用自己身高的运动 沙滩排球 并和曾接触过沙牌的表妹 比方组成了排球组合 九 邪神语初二娘病少女 邪神语初二病少女剧情间接 中二病少女花园百合灵 在偶然之下成功召唤出上半身 是少女儿下半身实实的恶魔邪神将 邪神将为了回到魔界 每天都打着如何杀死百合灵的算盘 就这样邪神将和百合灵的奇妙一场生活开始的 妖灵杀戮的天使 把我杀掉吧 如果你帮我从这里逃出去的话 我就如你所愿 将你杀掉 受女和杀人狂奇妙的羁绊 与疯狂的约定女主角是一个名叫 Rachel Bonner 中文名读作雷切尔加德纳 简称Ray的13岁小女孩 醒来之后发现自己出现在所不了解的医院 丧失了部分记忆 迄经探索之后 得知自己在大楼的最底层float7 试图向上层逃离 但此时却被广播通知成为祭品 到达float6的他遇上了杀人狂 Zack游戏总共分为四张 相对前作故与飘散之三剧情量偏大 过场动画比例较高 总是长超过10小时 实际上需要玩家操作的并不算特别多 演出和剧情方面比较突出 背景音乐是制作方委托原创的 根据出场人物都有特定的音乐风格 人物历绘画风比较浮夸 背景设定为污美 游戏整体上不算困难 存档点和回复点都很多 就算是刚刚接触此类游戏的新手 也可以很容易的上手 出现死亡分析之前会贴心存档提示 官方结局只有一个 所以不用担心选错选项 对结局产生影响 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下回见 福利一章